因为确确实实在那个时候 我确实觉得自己很失败很挫败 我这几天又看了好几篇报道 都是一人自杀啊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特别理解 因为我也有过那样子的想法 曾经觉得厌世 黄晓明夫妇终于离婚了 在全国观众吃完午饭再喝茶时 大家又吃到了这一记大瓜 之前两人的种种婚变传闻 外界一直在传黄晓明和芭比离婚的消息 没想到在这时候竟然自爆了 据了解 黄晓明花费4亿元才获得儿子小海眠的抚养权 值得一提的是 说的都是黄晓明得到抚养权 但媒体拍到的都是baby带着小宝宝玩耍 很明显 孩子归黄晓明抚养纯粹是空穴来风 对于孩子的安排 黄晓明在微博表示 已和杨颖离婚 双方一起发表声明 两人经过认真考虑 决定结束婚姻关系 是性格不和 和平分开 未来将共同抚养孩子 仍然是家人 七年婚姻走到尽头 一句性格不和就能搪塞过去吗 当年杨颖还只是香港一个18线的小模特 因为和黄晓明的恋情 才被内地观众所知道 黄晓明对baby十分宠爱 生日时送他蓝薄金尼跑车 对他大方认爱 尤其是那场为baby举办的世纪婚礼 黄晓明霸道总裁的话风坐时 赤子两个亿 来了半个娱乐圈 真是把baby宠成了公主 从来你是怎么想到下决心要结婚的 我觉得我一生中很难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这辈子注定就是她 就不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人了 人的容颜总是会老去的 就像你现在看看 黄晓明当初也是小鲜肉 现在已经满脸大胡子都可以大树 你现在是很有味道的了吗 就算有一天baby真的是说是不好看了 或者怎么样子 但是因为她的人品 我喜欢她真的是因为她的人品 我相信我们会永远的 就像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子一直爱下去 我特别坚信 这个时候的黄晓明夫妇 仍然是黄晓明在把持局面 这样的恩爱程度 怎么可能因为简简单单四个字性格不合来离婚 那么背后的离婚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原因是baby的身家几乎快追上了黄晓明 让黄晓明的自尊心受挫 结婚后的黄晓明倾家荡产为老婆baby铺路 就连跑男的资源都是黄晓明砸钱砸来的 随着baby的经济基础加上圈内地位的攀升 给baby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与野心 baby不再担心自己的标签是黄晓明的老婆 baby要争取自己的地位 这个时候也正是黄晓明夫妇被传婚变的时期 当时黄晓明一直在否认离婚 但baby却有意无意地塑造独立女性的形象 不管婚变传闻 baby娱乐圈发展的势头一度超过了黄晓明 baby已经成为一线花旦 而黄晓明俨然变成了一个厨子 手里只有中餐厅的资源 两个人的地位出现了今天的逆转 甚至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黄晓明这个霸道总裁 居然就像个跟班一样 为妻子baby提裙边 baby则气领神闲走在前面 连头也不回 一副节就是女王的自信 都说娱乐圈婚姻的本质 就是一场各局所需的合作 没有爱情 双方的结合就是为了共同利益 这点从黄晓明的世纪婚礼就可以看出 婚礼当天黄晓明还特意准备了四个保险柜收份子钱 这波稳赚不亏 所以黄晓明和baby的婚姻 就是利益最大化最好的权势 所以 与其说黄晓明夫妇婚姻感情的破裂 不如说是他们的合作出现了分歧 黄晓明虽然名气大不如前 甚至一度成为笑话 但人脉资源还在 没有了黄晓明这个后盾 baby还能继续红吗 那么屏幕前的你 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再会